嘉义市国外路平交道 昨天晚上8点50分 有台北开南下2003次光华号快车 在平交道上和满带水域的卡车相撞 前四节车厢倾斜担负 现场几年混乱 被撞卡车全毁 自己死亡 现场初步发现火车旅客两难一米死亡 由于光华号快车 在嘉义车站不停 车速相当快 因此火车发生相当以后 正列火车出轨 第一节车厢翻倒 第二节车厢冲进路旁国外路100匹 1号13民房院警 车祸发生以后 车长刘洪文发动车上的服务声 抢救受伤的领客 对于车祸发生的确实原因 现在正有有关单位调查中 再次再次再次循述 那么多几分 所以关注 切磅冲的掌浏 如果美容找均浏 刘洪文池 有点